我們跟老師分享一下這個Sneak Paste 因為其實Sneak Paste還真的蠻好用的一個就是螢幕擷取 還有就是當便利貼的工具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 我的部落格上是搭配另外一個叫PickPick 這個用的人就比較多 那Sneak Paste呢 它有Mac版也有Windows版 那最主要就是說您執行了之後 您剛剛進到這邊進來是32跟64 哪一個都沒關係它不用安裝 它本來就沒有安裝 您進去之後只有一個執行檔 在這裡 執行它就好了 執行它之後呢 您會看到您的右下角 在右下角這邊 應該會多了一個這個 有的圖是這個 有的是彩色的 沒有關係 那您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它快速鍵是什麼 F1有沒有 F1 貼圖是F3 所以呢 你只要按下鍵盤上的F1 比如說 你今天想要進到這裡來 好 你要進到這邊 那我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我就F1 有沒有進入抓圖的畫面 好 那我把它拖曳一下 那一般我們的抓畫面的軟體 變這個 不過出滾輪 對不對 滾輪 好 那文字的部分呢 這裡 我都會粗體加外框 好 那我們可以打看看 好 然後我就把它拉大 有沒有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有加外框 跟有變粗 那這個馬賽克也是一樣哦 不夠大 滾輪 可以嗎 所以你只要會滾輪就好了 有沒有 馬賽克 馬賽克 OK 啊如果畫錯了怎麼辦 有沒有橡皮擦 橡皮擦不是要來擦 這些東西的 是要擦 你剛剛擦上去的東西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好 所以橡皮擦不是擦掉影像的 是擦掉你剛剛註解的那些 那下面這裡 您可以看到有沒有 存檔跟複製嘛 這很單純 可是它最不一樣就是有變圖釘的功能 按下去 好啦 有沒有都抓起來了 而且你可以拿配滾輪 太佔會一次 先放棉 下次開機還會在 對 所以這樣可不可以當便利貼 可以 那當然如果你需要再做註解 你按右鍵 可以重新進去裡面 再重新標註 有沒有工具是不是又出來了 這個因為都有中文 所以您使用上應該不會有問題 那有一個可不可以有第二個 當然可以囉 所以你如果進到這邊 我進到這裡來 那我想要在這邊 再繼續抓F1 抓起來 好 放這裡 事實上這個老師有沒有想到什麼情境 老師有網購的經驗吧 網購你要匯款 跟我們比對資料 你是不是就這樣切過來 切過去 切過來切過去 馬鈴到不會燙 擷取 放在這裡 看有打不到嗎 這樣OK嘛 要看的時候放大一點嘛 不然大家現在很容易有老花 對不對 好 而且下次開機還會在 最重要的啊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什麼好處 老師有時候要比對資料 像我們要打成績 同學的成績跟那個系統 老師可能是用一次要整理 那我們的系統在不同的地方 我就抓一下畫面 然後就到成績輸入的地方 比對就好了 這樣也很好用 好也很好用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你現在這樣子 當然你可以直接把它再怎麼樣 再把它另存出來 好 這是一個方式 那我問一下各位老師 如果我剛剛 我不是抓了這個畫面嗎 對不對 如果這個畫面你關掉了 這張圖我也關掉了 請問你要再抓那個畫面怎麼辦 完蛋了對不對 沒機會了嘛 那我可以把機會找回來嗎 我好像剛剛有沒有抓這個畫面 我剛剛有沒有抓這個畫面 欸 抓圖片 抓螢幕上畫面 竟然還有歷史記錄 你有沒有發現 而且如果我發現 剛剛我抓老師 這個畫面抓錯了 這個範圍馬上再調整一下 這樣各位有沒有覺得比較神一點 丁下去 有沒有又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 你剛剛知道我用哪個快速鍵嗎 在這裡 我們趕快看一下 按右鍵 有沒有看到它有一個叫做 偏好設定 好 你看這裡 快速鍵 你家 內鍵 快速鍵 我剛剛用的就是這裡 你按F1之後 你按F1之後 有沒有逗號跟句號 上一次截取記錄 這樣看到嗎 我剛剛只是按逗點跟句點而已 就是往前往後 但是你要先按F1 因為F1是不是才進到那個軟體 要準備去抓圖嘛 對不對 你進去之後 你按這個 就可以 所以它內鍵有一些快速鍵 你可以做參考 但是不一定要記 你把你比較常用的記下來就好 那這裡呢 還有一個是R 這個R也很好用 因為有些時候 老師需要重複截取 所以我按F1 按一下R 有沒有我剛剛抓的範圍又出來了 因為是Repeat嘛 這樣老師OK嗎 可以齁 所以如果你按逗點 逗點 它就往前 句點 有沒有就往後 所以這樣老師往後的日子 抓圖應該不會想要用 哈哈哈 對不對 你應該不會想要再用Windows那一鍵了吧 因為確實我覺得它有好用的地方 當然你說它沒有缺點 有啊 比如說它真的 這裡不夠了 所以為什麼我還有搭配另外一個PickPick 因為PickPick也有它的優點 好 所以我們要的 不是你要用哪一個工具 而是哪個工具可以幫助你完成你要做的事情 目標導向嘛 對不對 我不要說我去學那麼多工具 可是 我們去看看 因為Windows就是有某些地方不夠 我們去找一些軟體來輔助我達到那個目標 那這邊呢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這個不要了 你看 你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關閉跟銷毀 老師發現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關閉跟銷毀 哈哈哈 銷毀馬上就不見了 關閉表示它檔案還在 它檔案還在 但是什麼時候才會不見 關機的時候會不見 我們剛剛講的 它下次開機還會在的是你有留在桌面上的這個 下次開機還會在 如果我把這個關掉 那下次開機 檔案它就清掉了 檔案就清掉了 那我怎麼讓它放哪裡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在資料夾中顯示 你就可以發現它把暫時擷取下來的 放在這個軟體的資料夾有沒有 History歷史紀錄裡面 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剛剛那張圖片還在 對不對 這張圖片還在 但是你如果關機了 它就把你剛剛有關閉的就順便清掉 那如果您是直接在這裡按右鍵銷毀 有沒有馬上就不見 就差別在這邊而已 就差別在這邊 這個跟老師稍微分享一下